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世界影坛的传奇 她是唯一能与成龙李廉杰齐名的武打女星 武打女皇杨子琼做客天下女人 48岁的她如何保养自己 20年来打女生涯 她都经历了哪些凶险 伤痛 天下女人本期精彩奉献 杨子琼打天下 有没有说出来吗 没关系 在背后说坏话的人是没有勇气的 属于那个三女朋友的潮人那一种 受一下邻家女孩的那种性格也好 还是她的那种氛围 天下女人用女人的眼光看世界 天下女人用女人的眼光看世界 云娘美好品味生活 您正在收看的是天下女人 首先欢迎我们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 你们好 包括女性和男性的朋友 我们今天要请来的这一位嘉宾呢 可以说是世界影坛的一个传奇 也是女性的骄傲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介绍一下 她是身手敏捷的女警 她是飞檐走壁的女侠 她是第一位以不俗身手 征服好莱坞的邦德女郎 出道20余年 她用一身纯正的中国功夫 打出一片天下 成为唯一一位能与成龙 礼连结相媲美的国际功夫女星 她是世界影坛的一道靓丽风景 她就是功夫女王杨子琼 掌声有请杨子琼 Michelle Michelle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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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 你好 小正 你好 来 请坐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Michelle 大家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跟你说 Michelle一进来我第一个感觉 我就有点心疼她 真的 真的她好瘦 就像刚才看到你走进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摸自己肚子说 分点给你多好 其实Michelle呢非常的辛苦 一下飞机就要赶很多个通告 要说很多的话 要宣传自己的影片 所以没什么我觉得 有一点心疼的感觉 我们来安慰一下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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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真的挺开心 有机会来到这里 跟你们一起见面 谢谢 谢谢 今天的星辰是怎么样 从早上几点开始 八点 早上八点 但是因为呢 我是从New York过来的 所以其实时差还没倒过来 对啊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梦话 对 是吧 我昨天到的时间好像 今天我以为我现在又要唱歌 其实我们也不反对 对 我们很想给你唱歌 你会反对的 虽然说她很疲劳 很瘦 但是呢 她进来的时候呢 我能感觉到她的力量 真的 好像给我气功那种感觉 真的 没有肌肉 真的 真的 你现在还有平时还要健身 对不对 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 那要说一天要去健身 我们可以说不够时间 没有什么 那就不去了 对 那你要弄到就好像 你每一早上起来 肯定会刷牙对吗 那你要弄到就是 你一起来的时候呢 就开始做运动 刷牙的时候主要是练腿吗 对啊 因为你刷牙你就站起 这样子对吗 你可以就是做伸展 还是背脚这样子的东西 对啊 真的吗 真的 很容易的 我们告诉我们怎么练 对啊 就一个手在这刷 对一个手在刷 另外一个手呢 试试示范一下 另外一个手你可以平衡 不是的话呢 你做伸展 这样子的伸展 这样蹲的时候 对 但是呢你不要这样 不能 要这样子 有马步 屁股 这个地方 这样后面就可以翘一点 对啊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我穿了高跟鞋 就是这样子 是平衡吗 对 平衡 一个 不用高很低这样子 那我怀疑我会把牙膏咽进去的 在飞机里还锻炼吗 会啊 有啊有啊 肯定有 怎么锻炼 就一样啊 是吧 你知道你坐在那里 真的当你坐十几个小时飞机的时候 你坐在一个地方的时间 这样子也是锻炼啊 对吗 你不会做那种平衡的那种运动 对 你在飞机里面不可以啊 你去到你的裙子就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在车子里面 你这样子你也是顿量啊 真的 其实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做到体操的 就是一个字 蓝 你看 马上的反应 好厉害 蓝 你听好了 已经 这么懒得可以这样子 谢谢你不觉得我一直提着气在这做的 1962年 杨子琼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律师家庭 4岁就开始学习芭蕾 15岁时远赴英国皇家舞蹈学院主修芭蕾 不幸的是 在一次芭蕾练习中 她因脊椎受伤而梦想破灭 1983年 杨子琼在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 成为马来西亚小姐 1984年 杨子琼被邀请到香港演出 与成龙拍广告片 自此便与香港影圈结下不解之缘 并以皇家师姐一片成名 成为香港头号女打星 1992年 与成龙合作影片《警察故事3》公映之后 杨子琼成为亚洲最富知名度 和片酬最高的女影星 而更让杨子琼欣喜的是 电影中的武打动作 却让她在另一个层面上 完成了对舞蹈的梦想 但是我去看你的资料 说实话如果不是说要看你的资料的话 我还挺难想象说 你小的时候是跳那种芭蕾舞的 因为你从多小开始练呢 妈妈说好像四岁多就开始练 她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她说我很小就喜欢跳舞 不是走路的是跳舞的 所以就有练过多长时间的芭蕾呢 很久了 因为跟着我就去英国读芭蕾舞的 到17岁吧 穿芭蕾舞跳那种芭蕾的感觉 有点想象不到 对啊 因为你老见到她的那个形象是 对 对 因为是好多好多韩国男人 就看她吧 就是我们叫杨家将 她的韩国的名字 杨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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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都看她的电影完了之后 我们都说如果娶这样的老婆 太可怕了 我知道 因为他们想欺负 就欺负不成 对 我真的想象不到 那他们不够男人了 是吗 对啊 这个男人不是我想要的 算了 我也不要 好早就来了 但是我觉得 没有应该有信心的男人 不会这样想的 是吗 对啊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过去拍 《007的时间》 他好像皮尔斯·罗森 他会很兴奋 过来看 Michelle 你帮我 你帮我打他 他其实没有什么功夫的 对 对 因为外国 我最记得 Roger·Spotter的导演跟我说 他说你有功夫 有可能我们用不到 因为我最重要就是 你是一个演员 你可以演到你的角色 因为功夫你不会 我可以用替身 替身 但是你演不到的时间 我怎么用替身 所以他们也不太理 你可不可以真的打 但是我们真的打 因为我那个时间是带了 十几个香港的 还有内地的武师 武师 对 一起过去的 那我们那一场戏 就是我们几个人自己的 没有外国人的参与 那那个时间他们就 拼着朋友打 对啊 他们没有看过 这样可以真打的 真的啊 然后看完了以后 导演说 对不起 忘了开机 差不多 对吧 1997年 杨子琼在007系列电影 《明日帝国》中 出演邦德女郎 他那矫健的伸手 果断的气质 戏里戏外强进了传统 金发碧眼邦德女郎的风头 终止了邦德女郎 都是弱女子的宿命 更善的是 相比拥有真功夫的杨子琼 007皮尔斯·布鲁斯男 在戏中的动作 是如此的蹩脚 弄得经常是美女 救英雄的窘迫境地 杨子琼也因此奠定了 亚洲首席动作女星的地位 我听说是007那部戏 你是完全没有用替身 是吧 对 因为说真的 他们在那里拍呢 你是想要争口戏吗 还是怎么样 也不是 我平常不喜欢用替身 就是很难的 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你在平常的生活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只有在电影的时间 可以一个打三个 很兴奋 但是你比如说 要是有那种什么 情爱的戏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用替身 当然不会了 特别看 当然要看看男主角是谁 对对对 要看男主角是谁 对对对 机会难得 男主角看着不太顺眼的时候 我可以用替身 菁姐不行了 不行了 让我打他 你从小就胆子很大吗 比如说会 比如说小时候 跟男孩一块玩 喜欢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吗 其实也不是喜欢 是胆子比这大一点点吧 比如说呢 没有啊 因为我们 我就 我有一个弟弟 那平常就会跟他们一起玩 就踢球啊 还是怎么样 那你知道呢 如果男孩子女孩子 进来的时间 他们就走开 不要再 那你要怎么样呢 所以大的时间呢 对 你们可以做什么 我也可以做 但是你不可以做 我可以做 足球踢不进去的时候 突然一个劈腿 对 把男孩这么搞晕啊 但是我小的时候也胆子很大 我敢从就是两栋三层楼的楼房 我从这边三层楼跳到这边来 我妈在下面看到汗都流出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中间隔了多远呢 也不 反正一个人要掉下去 是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个子很小 我敢这么跳 所以是胆子很大 但是我等我到初一的时候 我个子已经很高了 我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能跳过去 为什么 因为肯定前面有个男孩子 抢了你的糖 对 类似吧 你就追过去 他应该是抢了一个什么东西 褲娃娃什么之类 反正我就是要跳 而且我敢 但是等我到初一的时候 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可能已经有一米六五六六 我不敢了 我看到那个 我再往下看 他这么高 因为你知道效果会是怎么样 对对对 但你小的时候肯定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可以体会到 但你慢慢长大的时候 你还敢吗 就特别是当你看见过 有一些武师受伤什么的 你还敢吗 但是我们一定要就 顿炼到身体健康 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 我们每一次做 拖势的时候 我每一部电影都会跟武师知道 联合得很好的 那他知道我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知道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所以每一次我们练功的时间 我们知道 这一部电影要撬得很多的 所以你分练的部分 就要加还是怎么样去调整 到我们进到的时候 你要跟你自己就很坦白 做得到吗 做不到就要改 那我觉得这是你很有经验的时候 现在就可以 所以一开始要进入的时候 是不是别人要劝你都劝不住 对 明知有危险 我也要冲上去 现在危险减了很多 说真的 以前我刚刚进入的时间 就真的很危险 但是那个时间 一直到 我有一次就在配音的时候 几年后 这个跟成龙派的超级警察 那个时间我看起来我就 哇 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疯 我以为我自己是超级警察 哪个动作你觉得是 现在看起来特别疯狂 我在电量车跳上去火车 那个火车 在一个汽车掉下来 在另外一部车上面 那个时间我最记得就是 我在车上面就说 喂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两部车都在动嘛 对 你分练的时间呢 两个车都不动的 就很容易 这样跳下去就是了 但是它车开始动的时间 还有路不平 它就 那你要跳的时间 它又动了 我的天哪 那我最记得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你不跳你永远都不知道 感觉是怎么样 跳吧 还有这样的 我的天哪 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了 对 现在知道 如果跳不到呢 就可能头都已经没了 那你有见过 就是你身边的工作人员 跟你一起的那些替身 武师他们受伤受得严重的 以前有 那你不是害怕吗 看到他们那样 其实也不是害怕的问题 跟着看见他们好可怜 我们说真的 如果受伤 会有很好的 可以照顾 我快卧虎长工的时间 我这个腿就断了 马上要去开刀了 但是我后来就很多 很好的医生会看着我 那我希望都是 如果它是一个替身的话 有没有这样子的 好的医疗的服务 对 所以看见他们真的 好苦的那个时候 但是80年代的时间 香港出来最多 最热烈的动作片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一看见说不要做吧 这一个动作 肯定会有事的 但是他们也没有 没有办法 没办法 你不做吗 下次不用来了 做吧 没事 到底为什么你要向这个方向 来发展呢 对啊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也是选那个马来西亚小姐啊 又会芭蕾舞又会提唱 对啊 你又会表演 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很吃苦 而且有危险的行当 通常女孩子还是希望 对 演演爱情戏啊 对啊 然后Cinderella 都是这样的 刚刚来去香港的时间也是有 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我第一部电影叫什么 《小虾米》 《玉大情雨》 就是洪金宝跟林芷强的 全部动作都是男人做的 女人就在旁边 救我 救我 我可以喊 我一次救我 下次我不要你救我 自己来 我自己来 常常都在旁边等着救我 如果他们打了 打错了打到你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看他们的动作 你这洪金宝 他伸手真的很棒 他那个时间这么胖 但是翻滚斗啊 他的动作 但是我看的时间好像林芷强 他不会太打的 但是出来的感觉也可以 可以打得到 他好像跳舞这样子 那我分练这么多年的舞蹈 那我就觉得 其实呢 舞蹈跟动作 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只有怎么样处的力量 舞蹈你是很温柔这样子 你一动作就 很快 所以你就学怎么样去发这个力量 那那个时间呢 还好就是有很多舞师指导 他们看见一个女孩子 你真的要学吗 会很痛的喔 对啊 你可以吗 那这个时间就会说 当然我们女孩子可以啦 你不相信你就试试我 那这样子开始 那你练了多长时间呢 跟洪金宝 我其实也不是跟洪大哥练的 但是呢 因为在里面 他有很多都是他的伴敌人 就是精英 迪威 那我去我加入了一个club 健身的 那整个club呢 全部都是舞师啊 他们全部都是在那里练 那那个时候呢 我是德宝公司的嘛 那有人就跟我们老板说 你们这么难得这么远 请到一位马来西亚小姐过来 为什么你要把她弄到 好像你们香港的女孩子一样 没有特色 而且明天 而且明天要是一拳打在脸上 一块无情怎么办 但是呢 对啊 有可能也是 因为我那个时间 我的广东话也说得不好 这样可以不说话 对啊 这个我不相信没有了 这个是真的 我说可不可以呢 说得小一点 但是动作也可以表达 还有呢 因为我这么多年 都很喜欢动作的 我打球啊 跑步啊 游泳 那变成呢 那动作是我一部分的生命 所以给我练武功呢 不难 但是像芭蕾舞 我知道 所有的重心都在上面 对不对 都是往上 往高 对 一做功夫 哇 就扎马 对 就蹲下 重心就很低了 当然开始呢 就很难 因为我做每一件事 我都好像跳这样子 我打的时候 那种 可不可以不要 稳重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慢慢慢慢学 跟着他们 我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早晨刷牙 就蹲马步 对啊 比如说你也有几次受伤 受得很严重 这里又歪了 这里又爆了 整个人就 后来是这个样子 嗨 妈妈后来知道了多心疼啊 打电话 打电话回 哈啰 妈咪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们做什么啊 哦 我刚刚拍完啊 每一个人会愿意想 在你的指尖 鱼鸟 美好 品味生活 欢迎继续收看《天下的人》 你会不会很好强 就是可能师傅说 那谁谁能做到你做不到你 你说虽然我是个女生 但是我也不能输给男人们 你会不会有这样子 当开始有一点点这样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我第一部电影的时间不太会 我最记得就是跟袁奎导演 拍的《黄家世纪》 那我就拿了一个枪 很重 很大 一把 那枪用不用做得这么真的 还这么重 用正枪的 正枪的 我一直以为是泡沫 然后涂上去 我以前也是以为 但是哪儿 不要做了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永远两个字 两个手 因为一个肯定 那我们就 我要在车下面 一上来就指 但是呢就在车的门框 那我一把 把枪去放 那他就 POWER 以前呢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 你的力量要控制 对 他就跟你说 搭力一点 搭力 永远就听到 发噩梦都听到 POWER OK POWER 那什么是POWER呢 就 搭力一点 每一次都很搭力 但是呢 其实他是要一个 这样搭力 他应该就是 出度要快一点才可以 不要胖上去 但是你不知道 他们也翻译不到 那就撞了 每一次都撞 撞谁啊 把枪撞在车上 对啊 这车没事吧 车没事 但是很是 那那个时间呢 袁奎 因为袁奎是大男人 大导演来的嘛 但是他就在我旁边 因为我第一次拍动作片 我就跟自己说 如果每一次碰到呢 你都要哭 那你就在旁边哭好了 不要出 因为真的会碰到 那导演就跟我说 哇 你好脏啊 你做什么 他拿我的手 就这样拨 他拨 拨 拨 他看见 其实他就 来 帮他擦一擦 因为全部都已经黑了 轻了 轻了 全是日清了 他还以为是脏的也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说 那他后来呢 他就 你看见他在他们的眼光里面 这一个女孩子 会不会就每一次 装到一点点就 这样 所以我们女性也要给她们看到 就是有的我们可以做得到 哇 好棒 所以真的我们说 这个Michelle是打天下 即使在电影里是这样 要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的道路上 要赢得尊重 赢得口碑 然后取得一定的成绩的话 的确是要一路这样的打拼过来的 有没有过自己觉得软弱的时候 比如说你也有几次受伤 受得很严重 要躺在床上躺两三个月 那时候躺的时候会不会后悔 万一真的要是瘫痪了怎么办呢 我的性格呢就不喜欢后悔的 因为我觉得后悔是 是浪费时间 你真的浪费时间 说真的 如果你要我要做一件事 我要做得最好 当然安全是敌意 我最记得就是拍完中华战士的时候 我最记得就说 我以后都不要拍动作片 那一次是怎么样呢 那一次呢就是跟我们说 我们过去台湾拍两个三个星期 那跟着就回来 去了三个月 没有回过家里 还有那个时间 这里又歪了 这里又爆了 整个人就 后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跟老板说 不行了 我真的不想拍了 跟着我们就拍了通电大道 就去了Paris啊 Geneva啊 很多很好的地方 对啊 但是后来就是 就是你要自己了解 你自己的状况 你可以去到哪一个地方 不要直冲 那但是有时候呢 当然意外你也会受伤 就好像我拍阿金的故事的时候 那个时间真的躺了几个月 不可以动 整个人都是这样子了 那一做这个动作的时间 我们以为我的背后脖子断了 但还好 没事 那个时间呢 不是我 我没事啊 就没办法了 已经受伤了怎么办 我最好的朋友 全部就一个一个蓝马 你搞什么 你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知不知道我们很痛心 没有因为我 对啊 对啊 特别是你爸爸妈妈 我不会给他们知道 他那个时间呢 不知道我受伤的 那他们总会要问 你在干嘛吧 你明明躺在床上 我会打电话 我受伤哪一件早伤呢 我在医院里面 他全部的媒体跟发出了 这个杨主权 这个早伤受伤了 现在环境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很重的 那我就 我最记得我在长这样子 整个 不可以动了 拿电话 打电话回 哈喽 妈咪 你现在在哪啊 你们做什么 我刚刚拍完 等一会儿 如果听到我 什么发生什么事 没事的 怎么做宣传的 没事了 没事了 拜拜 好好好 我多一个月就回来了 我拍完就回来了 这样子咯 那我们再拍 妈妈后来知道了多心疼啊 但是她看不见 那时间还好 我在拍动作片的时间 不可以探班 我就有一个 就超级警察跟成龙 在基隆坡拍 Oh my god 那怎么办 回到老家了 全部人都知道的 他们一到的时间 你爸爸来了 你们他们来了 他车很远啊 我马上就换裙子 因为呢 如果你真的看见的话 他们肯定会说你不要拍了 因为很痛 你真的会很痛 因为你看到我们打的 父母都看不下去 很多朋友看见的时候 都会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拍动作的时间 我大部分都不想 他们在那里看到 那我们可以基本保证 他们看不到这些节目 所以我们可以在 接下来的这个短片当中 一同来回顾一下 杨子雄非常精彩的一些 功夫的画面 我们也知道这背后付出的艰辛 你一个人会影响 在你的指尖 踏下去的时间 我知道我的腿 是在我后面这样胖过来的 那个高空下来 是洪金宝在推你吗 对啊 他好残酷啊 那我一翻过来的时间 洪金宝跟我讲英文 我知道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讲英文 因为他很紧张 他已经不会讲广东了 每一个人会影响 在你的指尖 我的天啊 对 我见语了 要弹这个音乐 对 有我的妈呀 好痛哦 好痛哦 啊 这衣服也 最好痛 对 哇 嗯 嗯 嗯 哦 这就是 哦 太高 呦 好痛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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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跟我说一下恐高的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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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一翻过来的学生 洪金堡跟我讲英文 我知道 哦哦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英文 因为他很紧张 他已经不会讲广东话 我一听到他说 Michelle 你别担心 OK OK 你OK 我就知道哦哦 好 那那个时间呢 导演是 薛安华 薛安华 他是拍 文艺片 他有来过我们的节目 对啊 他拍文艺片的 他吓坏了 你知道我们拍这一部电影呢 就是因为呢 我觉得太多的 做武士受伤 是没有人看见的 嗯 他们永远呢 他们受伤都抬出去 OK 但是如果我们演员受伤的话 你们会知道 哎呀好可怜啊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一部电影呢 是就是说一个 做武士的女孩子 她受伤 她的生命怎么样过 嗯 那我最记得 我一反过来的时间 我就看见薛安华 她因为她在 我在她前面摔倒的 她整个人是这样子的 没有动过 就不停地流眼泪 真的吓坏了 而且你是有恐高症的是吗 对 是啊 所以我今天早上 是跟Leon Leon大爱 那因为我们在剑语 有一个镜头 就是这么高吧 那就我们再看下面的动静 那他们弄了一个高台 给我们在那里站起的 我走过去的时间 她就这么奇怪 董伟我们的武士指导 她因为我平常就好像很帅 那董我就 Michelle 你怎么了 我再 没事 我没事 我一过去 一过穿古装的 又包包又贱又行 又不敢看下去 我一在旁边的时间 我就抓着Leon的手 她说我们整个地方是 因为你的脚在颤抖是吧 对 但是很奇怪 我一听到action的话 那就 整个人安静 可以演 我需要演的东西 跟着一听到咖叫 可以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快演 很奇怪 被催眠了 真的 导演都有催眠术 先把它催眠了 因为在我看来 我以前我很崇拜你 因为我觉得女生能打是很帅很美的事情 然后我在想等你以后 我也可以做一个打 因为我个子很高 我觉得我也可以 我刚看完那个 我觉得 你不要 这样我们俩容易受伤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说完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因为我也认识孔高的人 真的没有办法克服的 所以我相信你 就是你掉微雅掉了这么多回 你仍然没有办法控 就是控制这件事情 你要你的衣迹来控制的 那你真的是个非常棒的演员 当你一进到戏里的时候 你就忘记你是杨子琼 你忘记你孔高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忘记 因为你在戏里面 你不是杨子琼 对吗 我不是我 在戏里面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是在他的世界里面 这一个人没有孔高精 我是个女侠来着 对 他是女侠来着 但是你很有条件 不拍这种武侠的戏 对啊 你照样也可以出名啊 对啊 照样也可以拿奖啊 对啊 但是呢 但是呢 因为我可以做得到 平常我做不到的事 是一个挑战 还有呢 你的满足感是很大的 好像现在我看回大家的世界 很有满足感 有一天呢 我跟我的弟弟 我的嫂嫂她们的女儿 她们的女儿的女儿 就是你看我 很帅 但是有没有心里 心里可能有点矛盾吧 因为刚才我们看这种 很危险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都很感动 然后我看你的时候 你也充满眼泪 这眼泪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 因为你真的回忆 多个月的满满要调整的过程 那你会就 所以你想的 非常感情 所以你想的 还是其他人一起 大家一起工作的那种状态 而不是说我当时受了多少苦 对啊 但是其他人 你工作的时间呢 大家都是在一条船 那我们会分享 我们会知道 因为呢 那个时间呢 只有这一半人知道 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事 对 所以她们就最 会有感情的 你知不知道 我听那个 好像说到 李安导演 在给你们拍 《卧骨藏龙》的时候 那个时间你也是受伤 蛮严重的 然后拍跟周润发 最后那一场 要分别的戏 然后李安导演说 你哭得很真 真的 你这个那是哭的 也有为自己哭的部分吗 最黑暗的地方 我的爱 也不会让我 成为永远的孤魂 那个时间我真的很投入 我是雨秀莲 这个世界 我跟李安呢 常常会聊 这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会没有她心里面 最疼的一个人 感受会怎么样 感受呢就是 这一个失败 最终的失败 是 什么都不是 失去了 失去了 对啊 还有呢 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 最好呢就是 我们拍完哪一场戏的时间 李安 因为她就过来 就跟我说 OK 我们得到 她就在自己也哭了 我看 你也哭了 为什么 她说 有什么事情 但是李安 所以其实那场戏 是很有内心的力量 对 那种感情是很有力量的 不是那种脆弱的那种 对 软弱的 其实不是脆弱 她是非常有力量的那种爱 对 对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我小片里的那个歌 那个配乐 其实是杨紫琼的歌 对 自己唱的 那个歌词很棒 很棒 那个歌词 歌词我们还找到了 好多事情 总是后来才看清楚 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 好多事情 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 就算是苦 我想我也不会在乎 这个词有点心目力成的感觉 我最记得 这一个 这是李中兴写的 那那个时间 现在你就听到 我的普通话说得很烂 那个时间是零 那我跟她说 你帮我填词的时间 第一 我不会看中文 那我要拼音 那我的普通话说得这么烂的时间 你有越小的话更好 OK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肯定会写得很小 你看一片就几个字 可以拉拉拉拉拉这样子 OK 那过一个月 我们再拍的时间 我一看到 晕了 我不会看 我叫人 你读给我 我可以 如果是去是苦 如果 我的那个跳声音说不出来 对不对 我就 我的天 但是那个歌词写得很有味道 对 对 对 我们外人看起来好像就觉得就在说你 对 所以她写得真的真的很好 但是那个时间要练的时间 好苦好苦 但是后来的苦也没说 最后你是要说 还是让我跳下去 对 我不要唱了 我跳好了 对 我爱动男人很开心 她天性达观 她爱说爱笑 现实的她 不同于电影荧幕中的大姐大 在电影《箭语》中 杨子琼如何与男主角郑宇盛演绎一段姐弟恋情 她说她应该很喜欢对我 真的 我也好喜欢她 像什么你也有这种表情 为什么男友每天求婚 她仍然拒绝 我们现在这么开心 有时候我就叫快乐快乐 她认为幸福又是什么 敬请关注天下女人杨子琼下集 天性流露快乐女人 这个是 你可以温柔吗 Spect Roberts 寻览 温柔 寻览